講到劉培基 我也是劉培基的朋友 不過只不過是在現代媒體這個電子科技 所以令到我認識他 真的有跟他聊天 不過就不是語言 是在Facebook寫幾個字 我就告訴他 我認識他媽媽 我媽媽幫過孟軍打工是幾十年前的事 孟軍好像是1996年死了 我媽媽 原本 我也不知道我媽媽幫孟軍打工 年輕的時候 我不知是看報紙還是看書 看孟軍的作品 我媽媽說 孟軍? 孟軍是 我以前幫他洗衣服的 他很新潮的 他說 當時有個男人做公務員 好像是那些 不知道 探長那類的 不是探長 總之是紀律部隊 他說 很多時候幫他 男朋友或是老公 幫他洗衣服 全部都是白襲衣服 我懷疑是那些公務員 是不是? 以前那些人 他說 這些衣服要洗完 還要張燙 要做到那些衣服 要很荒謬 很漂亮 我媽媽 燙衣服是OK的 所以我相信 他說的話 我媽媽現在還在生 不如頭腦混亂了 很多時候的東西 前前後後 舊的東西記得 短暫的東西不記得 剛才吃了藥味 經常把我們的兄弟 姊妹 名字全部都叫亂了 世界就是這樣 非常之混亂 多謝收看 歡迎訂閱